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对于死去的人大大的不理 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 这个做得很残酷 菩萨在世尊面前与会还有天龙八卜人非人等 让他们做见证 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 他为什么不说祝佛如来 即大菩萨来做见证 祝佛如来大菩萨明了 他知道太清楚了 让这些诸天归以神来做证明 劝导言福提众生 在临终之日 要谨慎 决定不能杀神 决定不能遭恶远 所以人过世 要给他办后事 要邀请家庆眷属 他的亲朋好友 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神吃肉 祭拜鬼神 这个都是造罪业 那么这是我们 随时随处都看到的 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 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 我们仔细想想 唯恐这个亡人在身的时候 杀业造的还不够啊 还要给他听一点啊 这不是就这个意思吗 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 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啊 就干这种事情 绝大的错误啊 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 那么下面 在这说出 这所以然的道理 为什么不可以杀害 为什么不可以造作卧业 是何一顾呢 二所杀害 乃至败寂 无先豪之力 利业亡人 但皆罪远 众恩赠神中 这个开始 我们绝定不能够俗获 要牢牢的记住 因为这种事情 我们常常会遇到 一定要讲清楚 说明白 让他觉悟啊 拜祭归神 与王者 确确实实 没有一丝毫的帮助 决定不要打妄想 他造作的罪业 我们拜祭归神 贵神会原谅他 贵神会赦免他 没这个道理 世界或许有一些贪赃忘法的 贵神 贵神里头 没有啊 中国古书里头 所说的 聪明正直 只为神 所以这些 八戒归神 缠媒归神 希望归神 能够原谅赦免 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 这是犯罪的行为 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 所以这种做法